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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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來談談的是亞斯伯格 我們同樣有造劇的活動 要請大家來參加 我們來看一下螢幕上 好 不管你認不認識亞斯伯格 或你對於亞斯伯格 有什麼樣的印象 你都可以造劇或者是提問 因為徐醫師從一開始 就會跟我們到節目的最後 所以大家就可以 有專業的人員可以諮詢 所以這邊的例句是 亞斯伯格促進人類發展 這個觀點很有趣 到底為什麼我們節目上 待會兒會提到 所以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要跟大家談談亞斯伯格 我自己發覺 我對這樣子的一個症狀 比較有印象 也是真的是因為 從2014年開始 因為柯文哲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但其實最起源 是他在投入台北市長選戰 要投票的前一天 他的太太在臉書上 PO了一段影片 我們來回顧一下 前前最後一天 台北市長候選人 柯文哲的太太陳佩琪 在臉書PO日前 接受雜誌專訪的影片 談到罹患亞斯伯格鎮的大兒子 成長歷程 速度流淚 亞斯伯格鎮又是一個 互動方面的問題 可能有時候甚至要到七八歲 比較有社會性的時候 才可以被人家知道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有一個小鱗魚的時候 牠可能有一些身體上面 跟一些發展的障礙 或許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怎麼會輪到我呢 這樣子 我們家裡也沒有一個家族史 好 那我們還是要請大家 就是幫我們分享加按讚 讓大家一起來多關心 跟心理衛生有關係的議題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 陳佩琪他PO他影片 其實他之前就接受 《青子雜誌》的訪問嘛 然後就講到說 他的兒子是亞斯伯格 然後聲淚俱下 至於你在之前有看過這個影片嗎 有啊 其實柯P 就是他談到自己的小孩 或者說談到自己 提到亞斯伯格症 大概就是那時候社會上 最關注亞斯伯格症的時候了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相關的一些影片 所以身為一位精神科醫師 你看到就是這個 一個所謂一般人覺得是 精神病症的一個事情 拿出來被當作公眾的討論 你自己當時有什麼感覺啊 其實當然是有點兩難啦 首先第一個事情是 我覺得很多事情 如果能夠台面化來談 當然是好事 因為過往精神科的診斷 或是任何跟心理有關的 心智相關疾病的診斷 常常都是大家不談 然後大家就會有很多 奇怪的想像或一些污名話 那亞斯伯格症能夠被大家認識 我覺得其實對於 不管是對於家裡頭 真的有亞斯伯格症的小孩 或者說對於學校的老師們 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讓大家共同來了解 可是雙面認就是呢 他如果是因為 某一個特定的人被大家認識之後 大家就會以那個人 當作某個亞斯伯格症的 典型的樣子 那這樣反而忽略了 其實很多人都是不一樣的啊 不見得每個人都是跟 柯P類似的特質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柯P他是不是亞斯伯格症 這件事情也沒有人 真的去確診啊 其實我到時候在電視上看到 但一般人會想說 這是因為當時選舉的關係嗎 那我們不要管選舉 因為選舉也過了 而是你在螢幕上看到一個媽媽 然後他這樣子敘說自己的小朋友 你真的會就覺得很 替他覺得非常的心酸 就覺得他好辛苦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會不會也是 很多門診的狀況就是說 有媽媽她就是看到 她發現自己的小朋友 好像跟其他小朋友不一樣 然後是由她先來帶小朋友 去找精神科醫師 這還蠻常識我們 就是門診裡頭看到的典型的狀況 就是很妙的事情是 這個情形幾乎就是經典款的樣子 就是說常常都是一個小男孩 可能在學校 然後老師就發現說 這個小男孩跟別人不太一樣 不太跟人玩 或者是玩的時候 常常跟人就是吵架 或者是同學都覺得 這個小孩子好像看起來很白目 同學開始有點討厭他 或有點排擠他 好 然後很多老師 尤其是幼兒園或小學的老師 現在敏感度越來越高 他們就想說會不會有些社交方面的障礙 那社交障礙常常是 我們講亞斯伯格或高功能自閉症 它的核心的狀況 所以他們就會建議家長要帶來 可能在兒童心智科做評估 因為這專門是 我們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科 在評估關於亞斯伯格或高功能自閉症 好 然後來的時候 其實家長也會蠻辛苦的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 怎麼跟那個小孩子溝通 或者是說每次在教的時候 覺得這小孩子好固執 怎麼怎麼講都講不聽 然後當我們開始跟家長說明說 他的哪一些特徵 可能的確跟亞斯伯格症很類似 那我們可能需要搜集更多資料 了解他在家裡頭的狀況 在學校的狀況 好 然後呢 當我們說明的越多 我們常常會看到一個狀況就是 媽媽忽然就跟我們講一句 可是他爸爸好像也是這樣 就是我們很常遇到的 經典款的樣子 就是在講說 可能小時候就不太理人 眼神不太能夠跟人接觸 然後常常就在自己的那種 好像會在自己的世界裡頭一樣 就是玩自己想玩的東西 然後有一些自己很固執的那一面 按照他的規矩來 然後媽媽就說 可是他爸爸也類似的狀況 而且他就問他婆婆 就是老公的媽媽 講說媽媽就講 那個就是他老公 小時候也是這個樣子 就發現怎麼父子有這麼多相似的地方 其實跟柯P和陳霹奇他們家庭 其實有蠻多類似的情況 有某種相似程度 那你剛才有講到幾個重點 你說小男孩的原因是什麼 小女孩比較少嗎 對 其實我們在亞斯伯格 或者是所謂的高功能自閉症當中 或整個自閉症這一群的診斷裡頭 會發現男生的比例 是比女生來的高蠻多的 那目前常說的比例 大概是四到五倍 就男生的比例大概是女生的四到五倍 那所以還蠻常看到的狀況是 因為他也有蠻高的遺傳率 就算不見得是父子 真的都有這個診斷 就好像是柯P的兒子有這個診斷 柯P不見得有 可是常常就算沒有到診斷的程度 也有很多類似的特質 都會出現 對 那個特質常常是 因為男生的比例比較高嘛 所以我們還蠻常看到是父子 都很像 那當然偶爾還是會看到一些 就像母子或者是婦女 有類似的特質 那父子這種出現的 那個成對的狀況是最常見的 那不曉得大家是從哪裡看到 亞斯伯格這樣的秉爭 或者是說你也是因為柯文哲 才認識了 那當然在台北市長選舉過後 大家更關心的 已經不是柯文哲的兒子 而是柯文哲他本人 就像我們剛才一直反覆討論的 柯文哲他到底有沒有亞斯伯格 變成是一個大家非常熱烈討論的議題 我們看一下接下來這段影片 其實我最想問的是 你到底是不是亞斯伯格症患者 你如果是的話怎麼做市場 你根本溝通協調 能力就有問題表達 能力有問題啊 沒有啦 那個亞斯伯格是我的大兒子 我是沒有 你確定你沒有 每次我跟太太吵架 他就罵我說這是你遺傳你的 我說奇怪 孩子是兩個生出來 我每次都說是我 那你真的沒有嗎 但是你說得白白白白白 你也請暫停 市長 您很明確地講 你是沒有 是你的大兒子 所以你是沒有亞斯伯格症的 但是我們卻看到 在去年遇到了大巨蛋的僵局的時候 您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就在去年的七月 您非常明確地說 棋逢對手亞斯伯格症 遇到一個頑固老人 同時您也說 您自認跟馬好不一樣的地方 不管是優點還是缺點 就是亞斯伯格症的堅持 好 那當然我們從 透過前幾集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不能夠隔空診斷嘛 所以我們在這邊 當然不可能請徐醫師說 來判斷一下 柯文哲到底是不是有亞斯伯格 這是非常不專業的 但是我們的確可以來討論 剛才影片裡面 講到了幾件事情 那第一個是 其實你在一開始就有提到 我們的標題也是 就是亞斯伯格跟白木這件事情 剛才我們可以看到 三立的主持人陳斐娟 他講得非常的嚴重 他說 你就白白白白啊 那你就是有亞斯伯格 所以你可能溝通有問題 協調能力有問題 表達能力有問題 你有資格當市長嗎 然後柯文哲在這時候說 沒有沒有 我沒有亞斯伯格 那且不論柯文哲到底有沒有 到底亞斯伯格跟白木 跟他適合做什麼事情之間 有什麼關聯 這常常就是 我們覺得很為難的地方 好 我直接先講結論 就是沒有說亞斯伯格 一定不能做什麼事情 對 並沒有說有亞斯伯格陣的人 或這個特質人 一定不能做什麼事情 但他們的確在某一些地方 先天有一些障礙 那可能要靠後天很多的彌補 或靠他其他的能力來彌補 那剛剛就講到啊 就白木這件事情 就是北吧這件事 這個詞當然比較負面的形容詞 所以我們也不希望說 只是用北吧 來涵蓋所有亞斯伯格陣的人 這樣對他們也不盡公平 並不是所有亞斯伯格陣都這樣子 亞斯伯格陣的孩子或成人 其實彼此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好 但是我們也不諱言的講 很多在他們的同侪當中 如果今天正有一個 亞斯伯格陣的孩子在學校裡頭 最常被同學講的形容詞 真的很常被講白木 所以我們把白木分解來講 其實就是對於社交情境的不了解 就是這個時候該講什麼話 這個時候不該講什麼話 他們常常分不清楚 就不會看別人臉色啦 對 不太會看別人臉色 然後也不知道別人的喜怒哀樂 不太會判斷說這個話不合宜 可能會傷到別人 好 那就回歸來講啊 那這樣子的人適不適合當政治人物 這個其實是蠻有趣的一個議題 理論上政治人物應該是要 能夠照顧到各式各樣不同的民眾 老百姓 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所以照理說應該是要能夠 同理很多人不同的感受 可是往往我們也看到 現代的很多政治人物或政客 他們因為他要表現的 好像照顧到每一個人 反而顯得相怨 而不能夠堅持去做對的事情 這個時候有亞斯伯格特徵的人 或許他有一種方式是 他可以不太管 某一些人 他們的那些過度相怨的想法 而堅持推行對的事情 好 但是這個東西也不代表他推行的東西 就一定是好 有時候他是固執起來 推的是不對的事情 那反而就可能是災難 所以你講到重點了 沒有一定行或不行 就剛才講說有人質疑 柯文哲有沒有 他在選前就說我沒有 那不管他有沒有 他在選後的時候 可是他自己卻提到 比如說在面對大巨蛋案 或者是一些 他覺得傳統政治人物 比較不敢處理的議題 他剛才影片裡有講 他會說我有一種 亞斯伯格的堅持 就看來他自己也滿喜歡 把亞斯伯格掛在嘴邊的 那像亞斯伯格的堅持是怎麼一回事 好 亞斯伯格的人的確都比一般常人來 更有的某些堅持度 那這些堅持度有好處有壞處 有一些他是固執 甚至到頑固 例如說有一些亞斯伯格人 他們做事要有一定的順序 那個順序可能對做事情沒有什麼幫助 例如說我隨便舉例 有一些亞斯的孩子 他們可能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他關燈的順序是要固定一個順序 他一定要先從廁所燈開始關 然後關到走廊 關到客廳最後關房間 你要是跟他講說沒關係 就是陸陸續續把他關掉 不用按照順序都好 他們可能會生氣 我覺得這種可能沒有什麼意義的事 然後但是他一定要按照他的順序來做 或他的儀式化的行為來做 這種可能就變得很頑固 而且沒有什麼意義 可是有一些他們那個固執或堅持是 他們覺得對的事情或正義的事情 或者他有興趣的事情 他就覺得一定要做到底 不能夠半途而廢 或者對於公平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 那這種可能就是某一種好的特質 所以這就是那個很老套一句話 就是責善固執嘛 就是說如果你選 你固執的議題它是 一般人覺得很OK的 他也許就會發展成一個好的事情 應該這樣講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是他固執到一般人 照顧不到一般人 可是他又掌握很大的權力的時候 有可能會變成大災難 所以我才說政治人物沒有一定不能是亞斯伯格陣 柯P他那個年紀可能他小時候也不會有任何人診斷 他是亞斯伯格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對於亞斯伯格陣的了解也都還不多 所以他到了成人已經當上市長 大概也沒有 他也不會去找醫生診斷這件事情 而且他到了這麼大年紀還要診斷亞斯伯格也沒有太大意義 重點是他可以做什麼 而不是他的診斷是什麼 而且其實他成年了之後 他比如說像你講的 亞斯伯格他是可以隨著你年紀的增長 你還是可以學到怎麼跟別人帶人處事 只是可能不像一般人學習得這麼快這樣子 對其實每個人還是不斷從小到大在學習帶人處事這件事情 那只是一般不是亞斯伯格或不是所謂高功能自閉症的孩子 他們可能會自然而然的知道別人的感受 別人可能開心或難過或生氣 可是亞斯伯格的孩子可能要花更多時間 甚至要用背的 他們要去背別人的表情 或者是把很多社交裡頭的情境拆成一個一個指令慢慢學 所以也許學得比較慢 那有些會慢到幾十倍這樣子 可是不是學不了 你看到別人翻白眼就知道人家受不了了 這樣是不是 你泡到那麼誇張嗎 白眼是有一定的意義 可是他可能分不太出來 不同的白眼還有不同的意義這樣子 真的耶 白眼是可以很細緻的 所以其實還是學了不少技巧 對 那可以讓他一般的生活當中看不太出來 當然這就關係到包括他本身的智商 包括他別的能力 還有包括他有沒有一個環境去包容他 慢慢做這些學習 好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是要一起來了解雅思伯格嘛 那其實不管你在節目之前有沒有聽過雅思伯格 或對於雅思伯格有一點點的印象 你可能都會有這幾個 你出現對於雅思伯格的想法 有些是正確 有些可能不正確 那我們就請徐醫師直接來解答一下好不好 第一個 雅思伯格是 一般人說雅思伯格是不是就有精神病 那你會怎麼回答雅思伯格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好 就是這是個很常見的問題 不過我們應該要這樣講 雅思伯格不是醫療上嚴格定義的精神病 但它是一種心智障礙 對 它是在我們精神科的診斷手冊裡頭 曾經被列出來認為是一種心智障礙 可是它不像我們傳統講的精神病 就是我們傳統講的精神病 或者社會大眾認知的精神病 往往是那種可能已經脫離現實 有幻覺有妄想 那種看起來好像真的很嚴重的狀況 那一種我們稱之為精神病 可是雅思伯格陣並不是這種嚴重的脫離現實的狀況 它可能只是社交方面比較困難 所以我知道 所以它可以稱為一種心智障礙 但是不算是精神病 而且晚一點我們可能可以再更詳細說明 就是雅思伯格陣目前在某一些國家的診斷系統裡頭 這個名稱也被拿掉了 它就被歸進了自閉症這個大傘 這個大類別當中 對 所以像在美國 他們現在官方公佈的正式診斷名稱裡頭 沒有雅思伯格陣 可是在別的國家 大家還是認為雅思伯格陣是一個存在的分類 所以我們現在常常混用高功能自閉症跟雅思伯格陣 這個是在學術診斷上的一些爭議這樣子 好 聽起來很複雜 我聽到的就是說 其實它跟精神有關係 可是它不像我們想像過去 我們覺得好像人格分裂 或者是說多重人格障礙 這麼的好像嚴重 或者像我們講的精神分裂症 也就是現在講的思覺失調症 它並不是像這種脫離現實的狀況 了解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 雅思伯格需要吃藥控制嗎 好 以現在的醫療來說 並不需要吃藥 也沒有什麼有效的藥 可以去治療 雅思伯格陣的核心症狀 意思就是講說 因為雅思伯格陣它基本上是社交方面的障礙 可是人的大腦跟社交有關係的 或是對於辨認情緒 還有一些人際溝通有關係的區域很多很多 這真的太複雜的事情了 所以目前並沒有找到一個 真的很有效的藥物 可以馬上去改善一個人的社交功能 所以一方面它也是某種特質 並不需要特別靠藥物去治療 二方面是我們也沒有有效的藥物 所以目前基本上不靠藥物治療 我們基本上是靠一些行為訓練 社交功能的訓練 去幫助我們的雅思伯格陣的孩子 那我覺得應該直接跳最後一個 所以它經過治療會康復嗎 好 在醫療上 我們對於康復的定義還蠻嚴格的 就是說一般我們對於康復的定義 是嚴格到說這個症可能不會再復發 或者是說它並不是一個從 不是一個天生的特質 我們才會特別講到康復 但是雅思伯格陣基本上是一個 還蠻從人的很早期 很先天性的開始有的特質 很多雅思伯格陣是在一兩歲 就可以看得出這樣的特質的 所以這樣的特質可能跟著它一輩子 但是是有可能會改善 改善到不會影響它的生活功能 或是改善到一般人其實也看不太出來 看起來就好像一般人一樣 所以越早期能夠開始進行行為治療或練習 其實它越有機會可以跟一般人有一樣的社交功能 只是我們並不會用康復這個詞 我們用的是改善 好的 甚至到大幅度的改善 那接下來也有人 我覺得這也是一般人常常提到 就是雅思伯格的智商比較高 就這些人好像比較聰明 是嗎 這是很常有人會提出來的事情 但是這一題就是打擦 雅思伯格陣並沒有 平均來說並不會智商比較高 所以那是我們的一種錯覺囉 對 一方面是錯覺 二方面是我們可以用其他的方向來想這件事情 第一方面是的確是錯覺 因為我們比較容易認識到的雅思伯格陣 往往就是表現特別傑出或優秀的雅思伯格陣 對 它才會出現在新聞或媒體上 或是出現在我們的偉人傳記裡頭 對 包括我們等一下也許會聊到一些 過去古代當中很出名的雅思伯格陣 可能有雅思伯格陣的名人 對 那以現代來講像在台灣最出名的 自稱可能有雅思伯格陣的柯P 他畢竟就是一個非常傑出的醫學教授 然後又當年台北市市長 所以大家就會誤以為說 我們看到的雅思伯格陣 好像都智商很高的樣子 其實並沒有 這世界上也有各式各樣智商的雅思伯格陣 那把所有雅思伯格陣的孩子的智商平均起來 來講跟一般人是沒有兩樣的 但是一般人也有智商很高 也有智商很低的啊 雅思伯格也是 雅思伯格也有智商高 也有智商低的 好 那為什麼很多雅思伯格陣 看起來在某些領域表現特別傑出 其實這又回到我們剛剛所講的 完顧 因為他們很專注 對 就是他們會得善固執 或者某種程度上 對於某些事情會特別專注 所以他如果今天可能對數學有興趣 或者是說對於某一些昆蟲有興趣 他可能會特別花時間去鑽研這件事 而且他可以不太管別的事情 專門只鑽研他有興趣的事 對 那一個人只要花很大的能量在同一件事情上面 而且都好像不會覺得累 他可以鑽研很久很久 他自然可以在那個領域其實看起來特別有成就 所以我們就會誤以為雅思伯格陣好像智商很高 事實上他在某一個領域的成就可能是犧牲掉他的社交方面的 柯P說他當醫生可以連續工作20天不休息 今天講的 20個月吧 我看新聞好像是講20個月 是20個月嗎 是20個月還是20天 他到底是講什麼 我是覺得太誇張了吧 這很恐怖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第一個我不確定媒體有沒有斷章取義 關於那個標題 因為我沒有點進去看詳細內容 可是我看到標題好像是說柯P講說自己可以連續工作20個月 那這有可能是斷章取義的結果 可是基本上啦 醫生的工作型態本來就是一個很不健康的 而且是一個扭曲的型態 那個並不是一個值得推廣的事情 而且也不只柯P很多醫生是 可能有能力或者是不得不被迫的連續工作很久 那個並不是一個好的狀況 所以你看柯P又失言了 白目得罪勞工 什麼東西 得罪勞工 對啊 可是我不確定到底是失言還是只是被斷章取義 好那下一個 其實這個迷思我覺得蠻可怕的 就是說亞斯伯格的人會比較沒有同理心會犯罪 這個也是我有時候會聽到的一些誤解 這個一定要徹底釐清 這個當然是錯的 亞斯伯格政並不會有比較高的犯罪率 並沒有比較高的犯罪率 我剛剛有講到亞斯伯格政 他們可能比較不會辨別別人的情緒 或者說比較好像看起來對別人的 就是悲歡離合喜怒哀樂 比較淡漠一點 也許他比較活在自己的世界 只關心自己關心的事 所以看起來好像比較沒有同理心 可是他們的同理心是在於技巧的缺乏 對於理解別人情緒那個技巧缺乏 而並不是喜歡看別人的苦難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 比較有可能會犯罪的人 也許是偏向反社會人格的 那反社會人格是他們那種 他們的缺乏同理心是 他們真的不在乎別人受苦 所以看到別人受苦 他甚至可能覺得很開心 那那一種就是可能是犯罪率的 比較高危險群 可是亞斯伯格政 他並不會因為別人受苦開心 他只是技巧可能比較缺乏 那還是來自於他社交方面的一些困難 好的 所以幫我們解答了這一系列的迷思 我們來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好 其實很多我們待會也會一起解答 包括說亞斯跟高功能自閉差在哪 還有亞斯伯格人都是天才嗎 剛才已經說了亞斯伯格人的智商 其實跟一般人的智商是一樣的 然後有人說 有人的印象就是亞斯伯格是很厲害的人 然後還有今天的那個梗 亞斯伯格鬥天王 徐志 雲彩滿天飛 毫無聊 亞斯伯格 為什麼會有人寫這種奇怪的對聯 寫這種對聯的人可能本身有些特殊的興趣 沒有 現在很流行要 最後一個字要把它連下去啊 你不知道嗎 徐志 雲 雲 有什麼 好好好 這不是重點 我們不要再想這個東西下去了 不過剛才講說亞斯伯格政人看起來都很天才 我另外也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剛有講到說 他們其實是因為 把事情都專注在 就是做某些 就是他們有興趣的事情嘛 可是好 那一般人可不可以這樣子做 其實我要特別講的事情是 大家其實可以想像一下 為什麼亞斯伯格政人好像可以擔心做某些事情 是因為我們 我們人的大腦啊 其實花很多能量在社交這件事 大家平常可能沒有注意到 其實我們人類的大腦 所花的能量大部分時間是在人際互動 是在跟人講話 或是判斷別人的表情 或是在群體當中保持你一個適當的社交的狀況 舉例來說 你今天如果在聽某些人講課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那個情境當中我被要求 我應該要專心聽上面的人講話 我可能要看著對方 甚至要因為對方講的話 有做一些表情 比方說立民現在聽我講話的時候 他就要點頭 擺出表情來 其實他有可能 他可能根本沒有在聽我講話 可是 他的社交能力告訴他說 他必須要做出這種主持人該做的事情 擺出一個主持人該有的表情 而且我眼睛就是要看著你啊 對啊 眼睛就是要看著我啊 那比方說我今天開始在參與這個節目 那我知道很多人在收看這個直播節目 那我也該知道講說 好那我要 要很有活力的樣子 儘管我今天可能已經很累了 我不會因為說 啊我很累了 然後就立刻就攤在那個沙發上面 然後就擺錯臉給大家看 我也不會這個樣子 對 所以要維持一個社交當中該有的樣子 或者是姿態 或者是言語的狀況 其實還蠻好能量的 可是亞斯伯格證人呢 常常我們在講 他好像把那個能量全部省下來了 他不太在意別人怎麼看待他 不太在意同儕之間會認為他 舉止不合一 那這些能量省下來之後 他就可以好好把這些能量省在 他想要做的 他專注的事情上面 這樣也蠻好的 才會形成那種可以很專注做事 因為現在人就是注意力很容易分散啊 所以我覺得 亞斯出現的這個徵兆是 我個人覺得我還蠻需要的 是 集中注意力的部分 因為我們最容易被格式量的事情分散掉了 對 好 然後也有人說亞斯算是病嗎 那剛才其實已經有一個解答 就是說 它算是某一種程度的 心智的障礙 但是你不會說它是那種很嚴重的精神疾病 然後遺傳機率高嗎 遺傳機率待會應該也會談一下 是 好 那請大家可以持續來提問 那我覺得我也是因為開始做這一集之後 才開始對這個議題好像有一點點的了解 其實在2014年呢 民視議員堂就有做過一個專題 我們來看看他們裡面是怎麼講 什麼是亞斯伯格症 到底什麼是亞斯伯格症呢 它是自閉症的雅型 一種沒有智能障礙的自閉症 但因為神經心理功能異常 讓這類孩子有人際互動 語言溝通上的困難 還有特殊過度執著的行為 亞斯伯格症呢 是自閉症這一群小朋友裡面 算是比較輕微的 算是比較高功能的 他們沒有語言發展方面的障礙 但是他有很明顯的人際關係 社會互動的障礙 再加上特意的興趣 還有一個怪異的眼神 或是說他有一些特殊的 一些執著的行為 醫生好帥 口條真好 這是你的評語還是 不是我是那個我們同事 okokok有裝腳就是 有有有 影片回來剛才我們看到馬街醫院的醫師 他剛才分享了幾個 其實我覺得剛好可以回答 前面有朋友問的問題 就是剛才Lidia有問說 亞斯跟高功能自閉差在哪 剛才影片裡是說 亞斯是自閉的一種亞型 那只是說他是高功能的 而且甚至他用比較輕微的這個說法 但這是2014年的影片 就是說這邊幫大家問一下 亞斯伯格跟自閉症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ok好其實這就牽涉到我們剛剛講的診斷分類 可能會讓蠻多人都蠻困惑的 我們好像把亞斯伯格症跟高功能自閉症 常常混在一起講 對 那我們可以稍微來講一下歷史 就是說在1943年的時候 最早我們開始出現自閉症這個名詞 來描述一些小孩子 那個時候描述的小孩子 講那些自閉症小孩就是幾乎沒有口語的能力 沒有辦法用口語跟人溝通 他語言發展不出來 有非常嚴重的社交障礙 而且完全無法跟別人有情緒上的互動 所以當然很多疾病或心智障礙在一開始 他是發現最嚴重的那一群 因為最容易被顯現出來 所以長年以來幾十年以來 我們可能都 我們想像中的自閉症就是那些最嚴重的 完全不跟人互動 沒有語言的人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自閉症不是只有框線在那一小塊 很多人可能發展出語言 可是他語言的品質 跟人互動的品質其實並沒有這麼好 他社交跟溝通也有很多障礙 他會講話 可是講出來的話可能不對勁 不合社交的情緒 甚至講出來的話用詞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有越來越多 不是這麼典型的嚴重的自閉症 可是他也歸在自閉症裡頭 所以自閉症這個散就越來越擴大 所以我們目前會稱之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 所謂類群的意思就有點像光譜 就是說它是一個從最輕微到最嚴重的光譜 而只是早年我們只發現最嚴重的那一端 這裡頭比較輕微的一端 我們常會講說叫高功能自閉症 就是那些智能是在正常範圍內的孩子 可是他也有自閉症的症狀 稱之為高功能自閉症 高功能自閉症他們其實在往常的認定裡頭 也會認為他們的語言發展是比較慢的 他有可能是兩三歲之後才開始有一些單字 可能到五六歲才終於能講比較完整的話 會講比較完整的一個段落 所以他們雖然語言發展有比較緩慢 可是智力基本上是在正常範圍 我們就稱之為高功能自閉症 可是後來又發現一群小孩子 他們有自閉症的特質 就是社交方面有障礙 可是他們的語言發展看起來是沒問題的 他們語言發展是按照時間來看起來並沒有緩慢 所以這一群人其實早在1944年 就有Hans Asperger這個醫師 他就發現了有這一群人存在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以亞斯伯格症為名 所以講到這邊大家就會發現 高功能自閉症跟亞斯伯格症 似乎還蠻類似的 只有語言發展上面的差異嗎 沒錯 就是你有抓到重點 就是在以前認定裡頭會覺得高功能自閉症 對 就是好像是語言發展會慢一點 亞斯伯格症是語言發展好像沒有問題 可是他們同樣都是社交功能有障礙 人己情緒有障礙 只是沒有像傳統的自閉症這麼嚴重 那這個是我們到目前的看法 可是後來呢 因為這其中的界線太難切了 在學術界也對這個其實有很多的爭議 所以目前在美國的診斷的系統當中 他們現在是把它歸類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 這一整個大範圍裡頭 包括亞斯伯格症還有低功能的自閉症 或高功能的自閉症 全部都歸在裡頭 就用這個自閉症類群障礙症來統稱這一切 只是說因為亞斯伯格症的人 會在你我生活當中就會出現 因為他們自我照顧能力沒有問題 就會出現在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場合 你的親友當中 他並不是那些需要特別被一輩子照料 所以這些人因為很常出現在日常生活 所以特別容易被我們辨識出來 我們還是會講 有一群人是有亞斯伯格的特質 那我可以問說 比如說我就是就一個不了解 到底什麼樣的人會有亞斯伯格 有沒有哪一個族群或什麼樣工作的人 或什麼樣性質的人 就是可以這樣問嗎 這樣問正確嗎 可以啦 可以這樣子問 只是說當然我們要避免說 為某一些工作的人 特別就貼上標籤 對 我們也擔心說過度標籤化 可是我們的確有發現一些現象是 因為亞斯伯格症的人可能他真的不太擅長跟人互動 那有一些人是他很愛過人互動但是不擅長 有一些亞斯伯格症是他壓根他其實也沒有很想要交朋友這樣子 所以他們可能會選擇比較不需要跟人互動的職業 如果你今天是亞斯伯格症的人 可是你要去當業務不斷的去拜訪客戶 或是說你要去當一個里長不斷跟人社交 他可能自己都會覺得很痛苦 所以很多亞斯伯格症的人他們會寧可選擇不太需要跟人互動的 例如像很常見的就是資訊業 資訊業可能面對電腦程式 他可能面對一些機器 他可能會覺得像他反而比較自在 所以很多亞斯伯格症的人其實有很穩定的工作 他工作的忠誠度、專一度、出席率都非常好 可是他就是盡量避免需要很多人際互動 那個太消耗他的能量了 我們也不可諱言 其實像我這一開始有講到說 很多媽媽帶著小孩子來 帶著可能他的小男孩來就診 然後後來一問爸爸的職業會發現 爸爸好多是資訊業的從業人 真的喔 我們的確發現這個比例可能比較高 對 那但是也不代表資訊業的從業人員都一定是這樣的 當然 當然 滿有趣的耶 但是我覺得下一個問題是大家也很好奇 剛才也有人問就是 林立宏問說亞斯伯格會遺傳嗎 或者是說亞斯伯格的成因是什麼 其實在剛才的影片裡後段也有提到 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統計亞斯伯格症發生的機率大約是千分之四 也就是平均250個新生兒中 有一位可能患有亞症 而孩子患有亞症 許多媽媽把責任歸咎在自己身上 就覺得說是我懷孕的時候還在上班嗎 壓力太大嗎 是我懷孕的時候沒有注意飲食嗎 還是我年紀太大生孩子 還是各方面 就那個時候我其實會一直覺得 後來才發現說這跟完全沒有關係 目前的病因呢 全部放在比較大部分是放在遺傳身上 直系的這個家屬裡面 有人有這個喝酒喝的比較多的 有雙極性的精神症的病人 有憂鬱症的病人 在他的後代裡面就會看到一些相關的 一些這樣子的一些基因在 剛才影片裡提到好像跟遺傳有關係 而且彷彿是你的家族裡面 如果有人有精神病史的話 亞斯伯格出現的比例也會比較高 是可以這樣講嗎 OK 對 這是其中一部分的科學研究的觀察 不過我們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關聯性不等於因果性 我們目前只是發現關聯性 就是說的確我們看到某一些 有其他的精神病的家族病史 似乎家族當中有罹患亞斯伯格症 或者是私地症 這一類的比例可能比較高 可是這不代表因果性喔 就並不代表說一定會有這樣的因果關係 那其實現在對於很多心智 或是精神方面的疾病的遺傳性研究 都還在進行當中 因為人的大腦實在太複雜了 心智疾病也都非常複雜 所以它很多可能是錯綜複雜的關聯性 那我們只能說目前比較可以確認的是 亞斯伯格症的確有蠻高的遺傳性 我舉例來講 我們常研究遺傳性 或者是所謂的基因相關的一些東西 我們會從可能像同卵雙胞胎的研究來看 如果今天有一對同卵雙胞胎 其中一個有罹患自閉症類群障礙的話 另外一個同樣也罹患自閉症類群障礙 可以到達60% 喔那很高耶 對這樣比例其實很高 尤其在各式各樣疾病當中 這樣的比例算非常高了 所以它其實有高度的跟基因相關的一些因素 只是到底是哪些基因 到底有多少因素參與其中 目前這個研究大概都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那除了這些先天會遺傳的因素之外 有些人也會去做一些研究 包括說有沒有可能是腦部傷害 造成牙絲或自閉的狀況 的確發現有一些腦傷 或者腦膜炎或者腦炎 這種腦部的一些發炎傷害 可能會造成嬰幼兒比較容易會罹患 就是自閉或雅思的狀況這樣子 那甚至也有人研究說 有沒有可能是懷孕當中的病毒感染啊 或其他的一些疾病 可能會連帶的造成這樣的比例上升 所以各式各樣的說法都有 那只能夠說目前遺傳看起來 是一個最大的因素啦 而且剛才提到其實250個人裡面有一個 其實這個比例算是蠻高的 而且我有聽過一種說法耶 就是說好像現在亞斯伯格症的人 越來越多 可是如果他跟遺傳有關係 然後比例又是一定等比例的話 人數應該不會越來越多才對 對不對 你確實科學概念非常好 就是理論上 氣球第一次被稱讚科學概念很好 真的嗎 因為你是文族出身 你可能會就是 就是文族人很常被認為說 好像比較沒有科學概念 可是事實上我發現很多文族人 其實都是很有理工科學概念的啊 所以這也是一個迷思 這也是一個迷思啊 並不見得代表李祖出身的科學概念比較好 我也見過很多相反的例子 這個就遠了 大概講比例這件事情 的確我們會發現一個狀況 越到近代 尤其越都會化 或者醫療越發達的國家 的確就會發現好像自閉或雅思的 診斷率就越來越提升了 這當然有好幾種因素 第一個是當我們對於自閉或雅思的認識越多 或者是擅長這方面的特徵 或者是診斷的醫師 培養的越來越多之後 我們當然能夠篩檢出越來越多 就是有自閉或雅思的診斷 他們可能過去其實也有 可是卻因為從來都沒有被人發現 因此在以前的比例上算不出來 我覺得一方面是我們對這方面的 心事疾病的敏感度變高了 那二方面是因為診斷的條件 也在變化當中 像我剛剛所講的 最早我們認為的自閉症 就是最嚴重的那一群 可能智能不足 可能沒有語言 沒辦法自我照顧的人 可是現在我們知道自閉症 不是只有最重要的那一群 還有輕微的人 所以當然這個診斷的界線 就越來越寬鬆 自然有越來越多人 被納進診斷裡頭來 所以比例在往上升 那最早期最早期的診斷比例 可能是萬分之四到萬分之五之間 是一個很低的比例 可到後來就漸漸變成千分之一百分之一 到最近2012年美國的CDC 就是他們的那個 關於他們的那個疾病管制局 去做的調查統計 就會發現說他們甚至有到八十八分之一 八十八個人裡面有一個 八十八個小孩裡頭就有一個這樣子 那這個各國做出來的比例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數字我們參考就好 因為他可能都是會隨著時代有些變動 所以第二個因素是跟我們診斷的方式 可能開始有些差異 那第三個就是有人在懷疑 會不會真的是有某些其他的因素 造成這個年代的自閉症 和亞斯伯格症變多 所以有人去研究包括像環境的污染源 包括像飲食的狀況 包括像環境荷爾蒙 那過去曾經有 有研究認為說因為疫苗造成自閉或亞斯的比例上升 因為疫苗導致 這個我要特別提出來 這個研究早就已經確定是一個錯誤的研究 是一個研究倫理上有問題 對是一個錯誤的研究 可是因為那個研究的錯誤的結論 錯誤的方法 以及它背後有牽涉到很多研究倫理的問題 導致很多美國的家長 就是歐美的家長 他們真的以為打疫苗會造成自閉或亞斯的上升 的診斷比例上升 就不去打疫苗了 或者是導致他們得這個病 對 因為拒絕疫苗之後 反而造成更嚴重的後果啊 因為他們後來就罹患了某些疾病這樣子 所以這種因為太快的去下某些結論 導致的誤解 有可能發生更大的傷害 所以也要特別跟觀眾朋友們講說 疫苗不會導致自閉症或亞斯伯格症 這到目前為止科學上的證據顯示 不會導致這樣子的狀況 不要再被那些謠言所騙了 你本人就是精神科辟謠事務所耶 我覺得很不錯 我們科有太多需要辟謠的事情 我們有機會就努力的多辟謠這樣 因為現在人真的太喜歡 不管你得到什麼樣的生理或心理上面 你覺得或你已經得到 你就上網Google嘛 他就覺得說 哇 你仿佛已經獲得了一切的知識 但其實還是要經過專業的醫師 比如說去篩選 或者是提供正確的資訊 不然就像你講的 如果很多父母他覺得打疫苗 會造成自閉或者是亞斯伯格 他不去打 反正造成其他的危險就很糟糕了 對啊 那個反而是必大於利 所以我也順便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在 因為大家現在如果聽到什麼疾病 都很常上網去Google 看說有沒有什麼厲害的治療方式啊 那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個 非常厲害的治療方式 可是好像都沒有什麼醫院 在做這個治療方式 你務必要懷疑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個這麼厲害的治療方式 那那種治療方式一定可以大發力士啊 所以這個一定 如果他是一個真的有效的治療方式 一定所有醫院都在做 那如果你發現一個特別有效的 只有某一家 某一個醫生 或某一個甚至不是專業人員的人 在那邊號稱他有效的時候 你就要懷疑他應該是騙錢的 尤其如果他越貴 越有可能是騙錢的 非常有道理 我們臨床上遇到太多這樣的狀況了 一個有效的方式 一定很快就會大家來推廣 那證據只要夠多 所有醫院都會盡量採納 尤其他們醫療很發達 那他一定會盡量跟上最新的趨勢 所以不要輕易相信那些 看起來太過神奇的方法 好 這邊在進下一個議題之前 我覺得 這邊我覺得陳醫燕問的問題 我覺得可以把它放出來 我覺得這個問題怎麼有點感傷啊 當然說亞斯伯格你說 他會比較 感覺上跟人相處 人際關係的時候會比較遲鈍 可是這個問題 他們應該會懂什麼是愛吧 我把這個愛放大成親情的愛 或者是 比如說談感情之間的愛 亞斯伯格的人會因為這樣 在感情交流的時候也出現障礙嗎 對 我剛剛看到這則留言 他問的還蠻敢想想說 亞斯伯格患者懂得什麼是愛嗎 當然 就是亞斯伯格患者知道 或者不應該說患者 或者說個案 或者有這樣特質的人 他們知道什麼是愛 只是他們表達愛的方式 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或者他比較不懂得 那種很靈巧的表達方式 所以我們常常會看到 可能像是伴侶之間 他們 他的亞斯伯格的另外一半 就會覺得說 他怎麼這麼木納 對 或者這麼的不解風情 對 事實上他們不是不懂愛 甚至他們 可能還更忠誠喔 就他們對於伴侶之間的關係 因為他們的責善固執 還會更忠誠 不會去外面偷吃 至少柯P到目前為止 好像沒有聽過任何緋聞嘛 對耶 就其他政治人物 一直很圓融的政治人物 一直爆出緋聞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 成人的亞斯伯格 其實他們 他們倒是都非常的忠誠喔 所以說他不懂愛嗎 我基本上 我認為他們應該都是懂愛的 只是可能表達的方式 就是很古板 或者說他們不願意 把愛講出來 那這個常常會 讓另外一半很苦惱 或者甚至讓他們的親人 也會覺得 怎麼好像你都 就是不解風情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做一些 所謂的行為治療 或者社交方面的治療的時候 我們學會特別強調 他怎麼樣去辨識別人的情感 表達愛的方式 怎麼樣說愛 以及怎麼樣辨識別人講的話 是不是在示愛 因為我們也很怕他們誤解別人的示愛 別人可能不是在示愛 他們認為在示愛 那也會造成很尷尬 照你的順序關燈 就以為你愛他了是不是 就以為他愛你 對 可能像這樣的東西 對方可能只是答應你吃飯 或跟你講一通電話 你就誤以為他在喜歡你 這樣也是蠻可怕的 所以那個界線拿捏 常常都是我們在教 亞斯伯格的孩子要注意的事情 了解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接下來這個主題 就要來談一下 那亞斯伯格的個案 它會有哪一些 出現的一些行為或徵兆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的影片 教練不斷地提醒 警笛小球對準目標 穩穩地打出每一顆球 這是每個孩子 初學乒乓球的第一步 打到球的時候 往前多一點 你不要往上打 知道嗎 知道 這一步對一般孩子而言 並不是困難 但對小學四年級的大一而言 卻不簡單 因為大一特別容易分心 沒有耐性 是患有亞斯伯格症 併發過動症的孩子 上桌球課 是要訓練大一的專注力 和耐心 下場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 就是大概已經知道 勝負這樣 就是我 就是感覺自己比較有信心這樣 面對鏡頭 21歲的李楊 透露出對於桌球比賽的自信 事實上 目前準備升大四的他 有個擔任桌球教練的父親 從小李楊 就常常在大小杯賽 展露頭角 還曾經被桌球一個 莊志願的母親 向重受邀訓練 只可惜患有亞斯伯格症的他 在國中遭受到同學霸凌 就此封拍九年 也無緣 小雅思跟大雅思出現嘛 小雅思就是影片裡的大一 他是四年級的學生 那當然那是2014年的影片 所以他現在應該已經 已經是國一了的年紀 那還有一位成年男子李楊 那他們都跟桌球有關係 是因為他們要透過桌球來學習 如何不要分心 如何會更有耐性 也就是說如果亞斯的個案 他會比較容易 可是剛才不是說他們很專注嗎 那他們又會分心 這兩個是不是有一點矛盾 聽起來有一點矛盾對不對 對對對 今天醫療上我們會見到 自閉或亞斯的孩子 他們合併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比例 確實是高於一般的孩子的 所以這兩件事情 不是不能夠共存喔 就他們可能 如果他同時合併了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他可能很過動 他可能平常在做事的時候 其實會很容易跳來跳去 就是ABCDE會隨時吸引他的注意 他很難專注在 他沒有興趣的事情上面 他就很難專注下去 可是他也許會發現一兩個 他很專注很有興趣的事情 例如是呢 可能特別喜歡恐龍 所以你給他一本恐龍的繪本 他就可以看很久很久 可是除了恐龍的繪本之外 他其他的東西都很不專注 所以這兩種特徵 是有可能會並存的 我只專注在我喜歡的 那其他我的可能就很容易分心 對對對 然後剛才講到還有沒有耐性這件事情 也是會出現的一種 如果他合併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話 的確可能出現比較沒有耐性的狀況 我覺得他太急了 整個人都好像那個 引擎一直開著這樣 但是踩不了剎車 所以太急了 就可能比較沒有耐性 所以的確我們會有嘗試很多方法 來幫助雅思或過動的孩子 能夠訓練他們的耐性 能夠靜下來跟人相處這樣子 所以桌球只是一種方式就對 有點桌球可以算是行為治療嗎 它也可以稱為行為治療的一種 只不過它並不是一個固定 或者是一個標準的治療方式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常常是要陪著個案 還有他們的家長 一起來想說 有什麼是能夠促進他們 比較專注 而且比較能夠發揮他們的專長 不是每個小孩子都適合桌球 常常都是要個別化的打造 甚至有些人可能用馬術的方式 來訓練孩子 讓小孩子的觸覺 還有平衡覺都能夠得到訓練 那我這樣問好了 身為一位精神科醫師 如果有雅思的小朋友來到你的門診 你要教他什麼 就是說你可以幫他診斷他有沒有雅思 那接下來他就要送去做 比如說他接下來就要 比如說透過馬術透過桌球嗎 還是說他要學什麼 我很好奇 馬術桌球這一類運動的東西 不會是我們馬上就覺得擺在最優先的選項 當然是一種輔術的方式 可是我們可能會做的做法是 我們要處理他的核心的狀況 什麼是核心的狀況 是核心嗎 不是核心肌群 是他的心智上的核心的困難 你說核心現在一般人都會想到這個核心好不好 不是吧這是你的投射吧 一般人應該還是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說最重要的那個關鍵的 關鍵的事情 但是他們關鍵的事情當然在於社交互動的困難 對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個兩三歲的孩子 他來到診間 那很明顯的有雅思或自閉的傾向 我們開始要做的練習 其實是包括他怎麼樣能夠跟人好好的互動 我們是先從最基本的眼神接觸開始 很多雅思或自閉的孩子在很小的時候 是不懂得看人的 講話不會看人 他可能只看他有興趣的物品 對 他對人比較不感興趣 所以很多最基本的功夫 我們其實可能是在教他 你怎麼樣看著人 那我們很多雅思的孩子也很可愛 就是你教他說他怎麼看著人 他很難自動自發的看著人 所以他就會開始學如何看著人 他把他背下來 所以他們有一些就很聽話 就會不斷的看著人 所以當他看到了某一個人 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就會直直的貼過去 然後盯著那個人眼睛看 就盯到這麼近這樣子 然後一直看著那個人 醫生說要看著人 我就一直看這樣子 對 他們就很乖的學 所以也會把人嚇到 所以我們要趕快把他拉回來說 不是不是 你雖然要看著人 可是呢 你可能不要這麼近的盯著人的眼睛 有時候還是要轉一下眼神 所以對很多孩子來說 他們的行為治療 常常我們要拆成好幾個步驟 對 用分解動作來慢慢教他 怎麼樣看人 怎麼樣一來一往的回話 怎麼樣判斷喜怒哀樂 我們可能是用圖卡 再用繪本 再用真的人的照片 然後最後是面對面的練習 來幫助他了解 怎麼判斷人的情緒 對 那別人難過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安慰他 怎麼樣拍拍對方 別人開心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判斷 那什麼時候該講什麼話 看到人要怎麼打招呼 這一些一般孩子可能很快 就會自然而然學會的事情 他們可能要拆很多步驟慢慢教 可是往往是最早的行為治療 開始在做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有一個問題 就是哪會有家長 比如說假如你是需要全職工作的家長 或這個小朋友的 他的射精條件沒有這麼好 他哪有辦法去做這種 這麼長時間 從教你怎麼看人 然後圖卡的練習 而且各地方的醫療資源也不平均嘛 所以如果是有雅思的小朋友的家庭 他有辦法每個人都得到這種協助嗎 對 那立民談到一個很很現實的狀況 確實我們現在的資源還是太不平均了 對 而且絕大部分 絕大部分現實的資源 對於雅思或自閉的孩子的治療 資源都還是不足的 對 所以我們其實需要更多的心理健康人員投入 舉例來說 其實我們對於自閉症類群的孩子 標準的治療狀況應該是一個禮拜 要有20個小時 甚至40個小時的治療時數 對 在國外他們可能定定的標準是這樣子 最早他們是定一個禮拜要40個小時 那對於 就算是美國的大都會的家長都太困難了 所以後來他們縮減為一個禮拜20個小時 也可以達到類似的效果 對 所以比方說以台北來講 可能有某些醫療院所可以提供這種 有點像是幼兒園的那種方式 就是你禮拜一到禮拜五來到醫院裡頭 那一位家長帶著他 一起來跟治療師做治療 對 然後家長跟著治療師學 怎麼樣回家繼續教他的雅思或自閉的孩子 那當然時數越多 而且經由這樣子小班制的教學 效果當然最好 可是大部分縣市沒有這樣的資源 家長也不可能 很多家長可能是雙薪家庭 他們兩方都要工作得很辛苦 所以常常在不同的縣市或不同資源當中 就有替代的方式 所以有些可能不是在醫療院所裡頭做 有些可能到一些早期療癒中心 或民間組織去做 那有些可能就蠻仰賴學校的資源 例如學校的資源班 特教班 或者是專任輔導的一些老師 去幫忙小孩子做這方面的訓練 可能沒辦法得到最好的資源 但是希望 包括也希望政府能夠投入更多 對於心理健康的資源 不管是金錢跟人力 才有辦法得到至少最低的需求 那一種治療方式 對 那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我想把它提出來 陳敏娜問說 好 當然我相信真的會是很多家長關心的 就是說亞斯伯格的孩子 如果他專注力不是在課業 他對課業就是沒耐心不專心 該如何引導 可是好像不只對於亞斯的孩子 對於沒有亞斯的孩子 如果他沒耐心不專心 也很難引導其實對不對 對 這個問題很好 但這個問題太大了 因為這個問題不僅限於亞斯的孩子 包括注意力不足夠動的孩子 甚至包括一般的孩子 他如果只是對課業根本就沒有興趣 都可能有類似的狀況 所以 以我們今天節目時間來講 我可能很難去細細的做說明 因為這是針對不同的孩子 很個別化的狀況 也許我們下次可以再開一集 專門對於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 我們來好好討論一下 就看他的個案是什麼 對 要很個別化的去了解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 有一段影片 是來自於日本的電影幸福特快車 那在介紹這段影片之前 要介紹一位非常關心 雅思伯格的家長叫卓慧珠 那或者是認識雅思伯格鎮的人 都會知道這個花媽 大家叫他花媽 是 那我們兒心界他也非常出名 對 兒心界 所以他有寫部落格 其實就有談到很多 關於兒童心理或雅思伯格的相關的文章 你也很推薦大家可以去看嘛 對不對 嗯 是 好 那這個影片跟他有什麼關係 就是他常常在雅思的聚會會放這個影片 他說呢 如果你一般人 你看這個影片你就會覺得 這主角可能他有遇到一些 社交生活上面的困難 可是如果是雅思的人 他就會覺得說 沒有 很正常啊 所以我們來 也許可以透過這影片 來稍微感覺一下判斷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幸福特快車的片段 好 今天請客 好 請客 請客 好 請客 小町圭です 何とか九州における 望み寺所の発展のため 努力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色々と分からないことはあるとは思いますが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中須道別品さんには 気付けろよ 趣味は列車に乗って 風景を見ながら音楽を聴くことです 誤解されないよう最初に言っておきます ヒタヒコ参戦は良いぞ 今発言された方は さあ 自己紹介も終わったところで 吸収者高齢の朝の来場対戦 固い心をこれでほぐしてね この動画を見ると 私たちはこの主角の 他好像 很專注的要回答別人的問題 或は他有自己很特殊的興趣 就看来是对于 铁道 或对于火車 但是他好像跟別人的应对 人家開玩笑 他听不懂 他反而很認真的回答你 是這樣的意思對不對 我們還蠻常見到這樣的狀況 就是我們雅思的孩子 或甚至他要成人的時候 進入大學或進入職場 常有這種情形 就是 其實一般人他們可能 笑點會在某個地方就停住了 大家就會繼續往下銜接 可是雅思可能常常是句典王 就是他們 常常會在一些突兀的地方 忽然插入了自己的意見 或講他們想要講的話 就大家不知道怎麼接 所以這個場面就冷掉了 或者是不符合一般社交期待 就像影片當中一樣 那我也認識很多雅思 或公共能自閉的孩子 他們真的還蠻多人 其實對於鐵道 對於班表 對於航空 就是飛機的班表 或捷運這些很有興趣 因為他們很多人 其實很喜歡寄 單調而重複的東西 例如像是時間 例如像是數字 例如像是站名 站牌的名稱 所以我還遇過不少雅思的孩子 他們其實會背所有的 台灣的火車站的名字 或者是說背所有的捷運站 很厲害耶 對他們就很 因為我說他們可以把事情 很專注在他們有興趣的上面 所以他會背那一種 就是他今天如果要從A地點到B地點 你在不同的時間點上車的時候 你可以經由哪幾個班次 坐到哪裡 所以我也發現還蠻多鐵道研究社裡頭 好像有我們雅思的孩子 他們都還蠻喜歡參加鐵道研究社的 當然這也是個標籤 可是他們對於鐵道的那個專長 真的還蠻厲害的 非常專注執著於一種規律性的 特別比如說交通類的東西 對 這些可能是他們的搶財 這個蠻好的啊 這其實是一個蠻厲害的興趣耶 我覺得 是啊 而且它可能是一個實用的興趣啊 所以如果今天家長發現你的 高功能自閉或雅思的孩子 他們其實有這方面的搶財的時候 當然有一些可能是不太有意義的 可是有一些我們盡量把它 引導到有意義的上面 很多人到後來真的就是到交通相關的行業 他們也去就職 他們也很樂在其中 你說就到 比如說航空公司 或者是就去鐵道局上班 對 就去台鐵工作這樣子 有蠻多人真的是這樣子 那真的其實也蠻好的耶 對啊 對啊 那當然他們可能還有一些 其他的興趣或特質 我們剛才有看到一個真實的案例嗎 簡短的 然後也有看到一個影片裡面 你自己在門診遇過的案例 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 就是剛才提到 在專注於做事情上面 OK 其實他們很多人 我們都是仔細去詢問的話 對我們某些有興趣的事情 對 很多可能在車子啊 恐龍啊 甲蟲啊 我自己有遇過一個孩子 他是到了高中才來就診 那時候當然在學校發現一些狀況 所以來就診 後來發現他的興趣還蠻有意思的 他一開始呈現出來的興趣是 他喜歡畫迷宮 對然後我想說 一般高中生會喜歡畫迷宮 這還蠻少見 有些小孩子可能會畫 可是大家都畫得比較簡單而已 對 可是他是不是能畫出 還蠻複雜的迷宮 我把這個照片傳給製作單位 我們可以先放出第一張 看一下那個迷宮的照片 這不是叫做 這個不是叫複雜可以形容咧 看起來就非常的密密碼 對不對 他第一次來的時候 就給我看了這第一張的迷宮 他自己畫出來 他說要送給我當禮物 然後他們雖然不見得很會表達情意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讓醫師感覺還蠻貼心的 他拿來這個禮物 我看到他很開心 我想說 你怎麼這麼厲害 可以畫出一個這麼複雜的迷宮 雖然我並沒有想要去破解他的意思 我在整間沒有這樣的時間 所以我就大力稱讚他說 你畫迷宮畫得很好耶 那你有沒有其他的作品可以給我看 所以呢 隔了一個禮拜 他帶來我的門診的時候 他就帶來了第二張 來可以放第二張 第二張看起來是拼接的是不是 對他是拼接的 第二張就是他畫的更大型的迷宮 那是四張考試卷拼起來的 剛剛才是一張現在是四張 對剛剛是一張考試卷 現在四張考試卷 他很喜歡用考試卷的背面畫迷宮給我看 然後他這次開始有主題了 他已經不是單調的迷宮而已 所以雅思的孩子也不見得只會畫單調的東西 他們還是可以創造出一些主題 所以他裡頭融合了各式各樣 包括希臘神話 包括魔界的故事 包括埃及的一些神話的故事 他懂的東西還蠻多的 所以他都融合在裡頭 然後畫成迷宮 而且裡頭有故事跟主題性 那我看到當然也是 超有才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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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我看到當然也是覺得驚喜非凡 所以我就大力的在稱讚他一下 可是那時候我心裡頭就微微感到 糟糕我這樣一直稱讚下去這樣子好嗎 結果果然又過了一個禮拜 他就帶來第三張 還有第三張 還有第三張 導播可以把它打上去 我看得出來了 看到了嗎 這張是更多考卷拼在一起的 他這一個是用16張的考卷背面 拼成一個巨大的拼圖 Oh my god 他拿來拼圖的時候是要攤在地上 我才有辦法拍得下來的 然後又是一個超大型的一個著作 這是藝術創作耶 這是藝術創作啊 對啊我覺得這根本就是藝術創作啊 所以雅塞還是可以學到很複雜 甚至是到藝術性的表現 這個他們那個專注力跟集中力 是非常厲害的 但是身為一個醫師 我還是要跟他講說 你會不會花太多時間在畫這個東西上面 因為他那時候畢竟還是一個高中生 所以我都決定那個時候 不要再給他過多的稱讚 以免助長他一直在這件事情上過度鑽研 所以他們如果真的要發展 是可以發展很厲害的技能 可是我們有時候是要教導他 怎麼樣分配他的時間 怎麼樣在對的時間對的情境做該做的事情 對不過這個孩子實在給我印象太深刻了 16張考試卷 我希望他不要再給我生出更大的東西來 我承受不起 可是我倒希望台灣的教育環境 有辦法讓他成為一位迷宮畫家 你知道嗎 就是說這是他如此的有熱情 可以做的這麼好的事情 這真的很厲害耶 如果你有一位會演示英雄的 不管是指導老師 或者是你生命中的貴人 這可能就是很不得了耶 這比你好像考上什麼學校來的重要耶 是啊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教育體是能夠更多元化的發展 讓這些有不同的興趣 不同特殊常才的孩子 他們能夠在一個 比較不會因此而失去他生活當中 該有的一些包括經濟支持 或者他的 不要因為環境的因素 造成他們這些東西就被磨滅掉了 對我覺得這個是對於孩子們 尤其對雅四的孩子他們很特殊的興趣 要多去鼓勵的地方 好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影片要給大家看 但是你以為已經八點了嗎 不想要拖大家太長的時間 對我們今天好像聊太久了 不會不會 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資訊 那其實最後我們應該濃縮來講 剛才前面我們提到了就是說 雅思的不管是成人或小朋友 他都有他的優缺點 他的缺點 比如說剛才講到很多社交上面的困難啊 或者是說某種程度他會跟別人互動的時候 人家覺得他很白目啊等等 這是可以透過很多的學習 或者是透過專業的 不管是諮商師或醫師的帶領 他可以改變 他缺點是可以慢慢的改進的嘛 那但是如果他的優點可以得到發揮 則會有令人意想不到 剛才許醫師已經拿了其中一個例子 讓我們看看那個專注度 還有他能完成的那個作品的程度 是有多麼高 他的優點得到發展是可以很棒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歷史上 不管是有沒有確診 有很多人物呢 他很傑出的原因 可能都跟雅思的症狀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片 許醫師也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有哪一些可能有確診或沒有確診的古人 或現代人 他可能是跟雅思有關係 我們看到這一系列的人 王羲之 就是大家如果去Google一下王羲之 就會知道說 他曾經專心到他呢 自己在寫書法的時候呢 要吃東西 他爸爸給他東西吃 他都沾那個墨水 就是專心到已經沒有辦法去感覺 食物是什麼樣的味道 另外是蘇珊大神他是有確診的 牛頓 就是說也是一樣 他呢 小時候就是也沒什麼朋友 然後也是專心到忘記了吃東西 可是因為他這麼專注 所以他發現了地心引力 還有很多重要的科學的發現 比爾蓋茲啊 或者是祖克伯啊 或者是愛因斯坦等等 好這些人都是因為可能 不管有沒有確診 都是因為雅思的關係 可以表現得這麼傑出 好那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大家的這個留言喔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一開始造句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 雖然我們好像是用一個比較 輕鬆開玩笑的方式講說 是不是很白目 他為什麼這麼白目 但是其實你看到雅思伯格陣 如果他們發揮他們的優點 他們的堅持 反而可以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 非常非常的特別 好那徐醫師因為連線的關係 已經提早離開了我們 那最後一 節目的最後呢 感謝大家陪我們到最後 我相信透過這一集 大家會對於雅思有更多更多的認識 也發現說很多我們過去覺得 好像跟我們很遙遠的這些精神 或者是心理衛生相關的議題 其實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節目最後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雅思伯格剛才徐醫師有說到 是跟一位醫師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卡 好是因為有一位醫師叫做 他可能在同儕相處之間出現了一些困難 所以他就用這個 用他的名字來命名 所以雅思伯格陣的英文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金晶體喜好金晶體的朋友 可以來學習一下 就是Asperger syndrome Asperger syndrome 雅思伯格就是指剛才那一位醫師 而雅思伯格我覺得今天透過 徐醫師的分享呢 其實也已經完全去污名了 然後過去我們有覺得很多 好像對於雅思伯格的迷思 也可以慢慢的解除了 那感謝大家 今天呢可以陪我們一起來 認識雅思伯格 就像我剛才講的 每個週一次 我們都會有 欸 徐志雲醫師主動來電 你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 徐醫師主動了 也可以慢慢的解除 徐醫師回來了 欸 你回來了欸 對 我回來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忽然就中斷了 看起來網路好像沒有問題 可是我看你們好像 已經介紹完 Asperger syndrome了嗎 到底有什麼神秘的力量 好 不然談一下 下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我們在下下週 會跟大家談什麼呢 OK 因為我想說 其實現在大家都會談很多 跟心智有關的疾病 但是又很擔心 對這些心智疾病有些誤解 所以我們下次看一個 大家也很常提到的 就是躁鬱症 躁鬱症這個大家 現在可能變得有點 朗朗上口的名詞了 甚至很多人 都會往自己臉上 或者是往別人身上 貼躁鬱症的標籤 那到底什麼 真的是躁鬱症 躁鬱症在醫學當中的 正式名稱又是什麼 躁鬱症是我們口語的說法 對 但正式名稱是什麼 那怎麼樣的情況 才真的叫躁鬱症 我們要怎麼樣 跟躁鬱症人相處 或自己有躁鬱症的時候 我們可以注意什麼事情 希望是下次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內容 好的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想談的議題 也都可以隨時發訊息給我們 好嗎 非常感謝徐醫師 那我們大家就下次見囉 OK 大家掰掰 謝謝徐醫民 謝謝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